欢迎收听 一起看世界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 一起看世界podcast 我是易如 今天的一起看世界呢 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今天我们又要来玩 这个crossover了 那我们请到的这个团队 就是我每次念到他们名字 说实在第一时间 我被吓一跳 就是我们先不用去讲 怎么写 就是你光是听这个音 吃屎 你会不会很想知道 说到底怎么写台队呢 好 我可能不知道 这样会不会对三位 不好意思啦 我们来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吃屎的团队 这三位特别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 浩宇 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吃屎的主持人 然后也就是 也是目前负责写稿的 我是浩宇 你好浩宇你好 好 再来是戴欣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吃屎的戴戴 然后本名是戴欣 我现在在吃屎 就是有写稿内容的产出 然后还有包括剪接的部分 再来是魏思黎 哈喽大家好 我是思黎 那我现在在吃屎里面 我负责跟商业合作有关 然后我是吃屎的小编 其实呢 吃屎两个字 大家不要怀疑 就是吃东西的吃 历史的吃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望文生意来解释的话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podcast的产出 其实都是透过食物来看历史 而且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精彩 就是我听了好几期 我觉得我自己都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那所以当初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构想 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的好 很特别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听说浩宇是取名王是不是 其实这个名字 它背后也算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大概去年2020 因为我本身是个剧场创作者 然后2020是一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然后剧场的情况 或艺文产业的情况非常严峻 所以基本上我失业了快四个月左右 然后在2020年初的时候 我那时候有想过要不要转职 去其他领域试试看 所以我就丢了某一个美食YouTuber的企划 就丢了这个职位 然后他的履历就要求说 帮他们想一些企划这样子 然后去征选 然后那时候吃屎这个podcast 他的企划就是 那个时候我丢给那个YouTuber的 因为他是一个做美食的 然后我本身很喜欢历史 所以我想说他是做吃的 我喜欢历史上就吃屎这样子 原来是这样出现的 对原来是这样 然后很明显的就是 我为什么会现在做podcast 因为我那个企划没上 我那个工作没有拿到 他没有拿到 我想说好 那我就拿回来自己做这样子 所以在去年五月左右的时候 就是一模一样的企划 只是我把它转成podcast的形式这样子 我听了你们的节目 我觉得你们内容真的是琳琅满目 涵盖了就是各种不同的料理 而且是我们生活当中 就是有些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 例如像我印象深刻 有一起讲到那个玛格丽特披萨 这个是意大利的 然后从他的这个颜色去看到国旗 然后去讲很多历史 那还有呢 接着就是我们今天要选的四个食物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酷 我就是包括了我们会跟大家聊到这个巴西的国饭 就是巴西豆饭 巴西豆饭 国菜 然后背后的故事 然后再来呢 第二个就是这个美国经济大小巧 说大家吃些什么东西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抹茶 日本抹茶 对 还有呢 就是这个马卡龙 对 就是这些呢 就是你们团队其实之前都有 非常精彩的一个介绍 好 那我想就是接着请带心聊聊 就是当初你怎么会有兴趣 就是你来参与这个工作 因为其实最刚开始 那个时候浩宇开始做的时候 我是有正职工作的 对 所以刚开始其实都是他先阐述 然后他阐述之后就会 就会给我看一下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很有趣 因为对我来讲 以前我们在上历史课的时候 我们就是学事件 然后学年代 然后去背那个人名 所以他比较像是一个点状的 然后我没有办法去想象 在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可能的生活形态 会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个人对这件事情 很有兴趣 对 所以后来我发现就是用 这样子讲故事的方式 我们可以去了解 更多这个面向的事情 所以才慢慢的开始协助他 对 而且我觉得带心 他有把那种剧场的元素 带到你们的podcast里面 就是很多那种 光是用声音来讲故事 其实也可以非常丰富 因为我常听到你们有很多 在音效上面的配音跟设计 其实都非常的别处心裁 对 那接下来请魏斯里来聊聊吧 就是你为什么也会想来参加 这个吃舌这个团队 我大概是在他们开始做到 大概快20集的时候 因为我跟带心是好朋友 我们是一起跳舞认识的 然后我就觉得 他们做这个东西非常有趣 然后里面涵盖了很多剧场的元素 在里面 他们会加很有 刚刚讲到 他们会加很有趣的音效 什么之类的在里面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我在开始跟他们一起做之前 我自己有在做podcast 我比他们再早一点开始做 然后后来自己的频道就 因为我时间很忙 我就暂时先放着 然后我就觉得 他们应该很有机会把这个频道 就是做得越来越精彩 越来越有趣 所以我就跟他们提出说 不然我跟你们一起 我来帮你们经营社群 然后来帮你们处理一些杂事 然后让你们可以 专心的在内容上面产出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 OK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呢 就是人民都吃些什么样的食物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蛮应景的 因为刚好就是这个最新 就是奥斯卡镜上奖的颁奖典礼揭晓了嘛 游牧人生这部片子呢 就是拿下了最佳影片哦 就是一如这个之前大家所预测的 那游牧人生这部电影呢 其实他 他谈到了很多 就是在这个经济困境之下 美国中低阶层的人民 他们是 就是以车为家嘛 当然有很多是关于他们心灵层面的问题 那我觉得其实 这个呢 也让大家想到说呢 美国最近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冲击 他们的经济 其实呢 很多很多人是受到很大的打击的 那 也让大家最喜欢拿来比你的 就是在1929年 就是这个股市崩盘之后呢 开启了这个美国大概 蛮长一阵子的这个经济大小条的年代 嗯 为什么当初就是美国经济会发生这种不可日期的大破坏 呃 他如果把时间点往前推一点的话 经济大小条大约发生在1929年左右 那他的起始点大概在那个时候 那在1929年 就是1920到1929这段时间里面呢 被历史学家称为 咆哮的20年代 那会叫咆哮的20年代就是代表 那个时候因为一战刚打完 1919刚打完 打完之后 大量的退伍军人回到美国之后 他们就开始从事生产啊 制造产业等等之类的 然后像是福特 有一台很有名的叫Model T T型的很经典的一台福特车 就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所以在1920 在一段时间里面 美国的经济非常非常的快速发展 这让我想到那个大很小转 大很小转就是在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 废子结落写的嘛 对对对 The Great Gatsby 对对对对 他描述得非常好 大家对于前景的想象都是一片好的 乐观 非常乐观 其实有一点像是2020后半年的股市市场 就是因为之前有人讲说 2020后半年 就是如果你是那个时候进到股票市场里面 猴子都会赚钱 对就是因为当然我们经历过美股熔断 而且连续三次的美股熔断 熔断之后之后的股市飙涨是真的是一条线往上冲 这样就跟火箭一样回不来那一种 然后是到了最近才开始修正 就变成说 那个时候我可以想象就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 可能大家就是从事生产 有些闲钱都不知道放哪儿 就来投资股票 那股票一直涨一直涨 那它背后总是要有个利益 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不对 大家就很乐观 可以啦就赶快投赵 对而且那时候已经是乐观到 没有一个人有危机意识 然后包含开杠杆 开到爆 不管怎么样 3721就是开下去 而且不只是一般的民众在开杠杆 连银行本身自己也在开杠杆 因为银行可以 你开杠杆会赚钱 对对对 然后赚到钱可以拿去做其他投资 所以银行才会有收入 所以从一般老百姓到企业到银行 全部都在开杠杆 但是需求其实到后来呢 没有那么多 但那些钱就不断地在杠杆 一直起来一直起来 所以它的钱算是被滚出来的 对那这很明显就是 基本面跟需求 并没有赶上股票价值 所以就会遇到一波修正 然后那一波修正很恐怖的 就是因为杠杆开下去 修正就会是更大幅度的修正 对对 所以在1929年的时候 就爆发了一个崩盘 哇那崩盘之后 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全垮 在1929年后面的时候 那时候股票 以当时的数字来说 是381点 在当时啦 对 大家看381点好像是一个很小数字 但是当时是381点 然后最低的时候 曾经跌到41点 所以它跌的幅度已经不是10% 20% 我们今天假设刚刚修饰 对不对 假设我们今天打开台股 跌了10%大家会很紧张 对对 可是381到41 这已经是好几百%的东西了 哇对 所以我觉得那一路崩盘 除了一开始的基本面 没有撑住整个股票市场之外 再来就是人性 大家看来会怕 怕会跑 跑怕资金撤出 资金撤出之后 所有的股票会一路往下跌这样 所以啊 那个时候就是 我觉得是因为呢 很多的这个企业 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 因为这样子的崩盘 开始呢 发不出薪水 然后很多人本来有工作的 那我已经发不出薪水 我当然把人解雇了 那很多人就开始失业 失业之后呢 美国那个时候其实很流行 就是领那种weekly的paid嘛 就是周星 我这周有工作我才有钱 那我如果下周没有工作 那我就是没有钱 所以那个时候的惨状就是真的 那时候是胡佛当总统的时代 然后呢 就是很多人失业 然后也没有饭吃 所以那个街盘 就是很多人都打帐篷 有点像是 那个新冠肺炎的时候 最严重的时候 也很多美国人是在打帐篷 在洛杉矶的市中心 对因为就是真的是没有钱了 然后他们就会戏撑 就是把他取一个很丰盛的名字 说这个叫胡佛村 对就是我们就是因为 这个总统处理不利 所以我们大家现在都住在 这个胡佛村里面 那这整件事情 后来呢 的这个转机 也是因为就是他们当时 选出一个新的总统 叫罗斯福 对然后他推了新政 而且他有一连串 蛮霹雳的 就是现在看起来 是非常前卫的一个改革 跟拯救的手法 例如说他上任没多久 就是银行先全部关起来重整 就是我要先确定 你们这些银行的这个 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你们的钱 经济状况 对对对 你们的营运是等等 因为那时候其实 我们刚才一开始讲 银行在 刨销20年代的时候 狂开杠杆 对对对对 所以当股市一跌的时候 很大一部分也是银行狂倒 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 想要领钱 领不出来 对对对 这整个社会氛围就更紧张了 对对 所以他那个时候 先让银行休息阵子 确定你们的 钱要提出来 能力没有问题 要什么什么的 开然后才慢慢的让民众 付出就是很多的轨道 还有就是他都推了 很多的行政 然后让大家 就是政府打投资 去打撒币 就有点像是拜登 现在做的事情 然后让大家可以加入 就是这些公共建设 才慢慢的把这个 美国的经济带起来 但也是经过这次 股票这种黄跌 就是美国对于股市的管制 还有他们也开始 设了很比较多的限制 就不能让大家 就是这样子疯狂的去投 然后这个涨跌 就是 他们是没有去 特别是社长 但是就是他会有一些 就是杠杆上面操作 对对对 有些机制 才慢慢的比较健全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 重点来了 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好奇 那么在经济大小小年代 美国人 如果真的就是 我下个礼拜都拿不到薪水了 那我吃东西 一定有很大的问题 那那时候 如果我们有印象 就是去看那个 那个时候的照片 就可以知道说 他们常常去救济 占领食物 对不对 那他们都吃哪些东西呢 有一道比较 算是比较有名的 他们就直接叫做 穷人餐 就叫The Poor's Meal 那他的料理非常的 食材非常简单 就是马铃薯 跟热狗 对 然后就把它炒在一起 然后为了要吃饱 然后要补充水分 然后就拿水 然后把它炖 炖到非常非常的烂 所以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 纯吃饱的东西 它不会有任何食欲 这样子 对对对 像甚至那时候 还要为了要吃芹菜 或什么的 他们会去吃 那个蒲公英 蒲公英啊 蒲公英可以拿来吃吗 但不是 不是我们那个吹 然后撒出去那一碗 是拿来煮 对不对 料理 对对对对 你可能是它的叶子 它的茎这样子 对对对 就当时真的是 大家想到什么 就吃什么 那还有就是 还有一道菜是蔬菜 对不对 蔬菜跟意大利面的 是红萝卜跟意大利面 红萝卜跟意大利面 对因为你可以想 我们现在假设很穷的话 我们就会吃泡面 对 但那个时候其实 这种加工食品 还没有出来 所以他们真的就是找 最便宜 他们随处可得 所以像那个 红萝卜跟意大利面 也是像刚刚浩宇讲的一样 他们就是加水 然后把它全部煮在一起 煮到非常非常的烂 这样子 对所以对于 不喜欢吃红萝卜来讲 可能会很痛苦 味道的操作 像我就不喜欢吃红萝卜 那我觉得我可能 如果真的要吃到的菜 我这个可能会难以下咽 不过让我想到以前 就是我 我就是大学的时候 我有真的到美国去念 Summer School 就是有在那个学生餐厅 他们常常有类似那样子 就是把那个意大利面 跟青菜 红萝卜 青菜啦 青菜切碎碎 还有红萝卜加进去 然后煮成一大锅 好像有类似有那种 那种感觉 那就是最便宜的东西 对对对 刚刚一路姐有提到 那个胡佛村 对对对 其实当时有一个 大家就觉得胡佛总统 没有处理的很好 对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道菜 叫胡佛炖肉汤 天哪 就是为了要 奉刺你这个总统 那里面是什么呢 里面是什么 其实里面的内容就是像 也像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很便宜的 比如说切碎的意大利面 对然后 还有热狗啊玉米跟豌豆 这种比较便宜 比较容易取得 也比较容易种植的东西 然后就丢在里面加水 全部炖在一起 哦 奉刺他就是 奉刺他 还有像例如说在街上的人 他们盖的那个毯子 他们叫他胡佛炖 哦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胡佛产品 这样 所以胡佛那时候的那个声量 讨论声量很高 他的周边 他周边 他周边 有很多的 可是都不是什么好的事情 对对对 而且那个汤 因为那时候很穷 所以他们都会要 弄得很有饱足感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一路延续到现在 你去美国 如果餐厅点汤的话 厂里面都会有意大利面 什么之类的 对 饱足感非常够 对 我有一次去了美国 很有名的高级牛排店 Wolfgang 然后我们就不知道 他汤这么饱足 我们就大家都点了一碗汤 结果牛排就吃不下 哦 原来是这样 美国的食物真的 有些分量真的是蛮多的 非常大 好 在这个经济大小小的时候呢 就是美国的人民 一般的人民 吃的食物 OK 但是背后有一段 我觉得也是蛮悲情的一个 岁月跟故事啦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来聊聊啦 就是跟最近也是新冠疫情很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知道最近包括印度 还有呢 就是巴西 他们的疫情呢 都是还不断的在上升 其实让大家很担心 尤其是在巴西 巴西呢 因为他们的这个总统波索拉纳洛 他其实对这个疫情 他也不是那么的care 所以在防疫上面呢 并没有这么的这个在乎 所以导致他们的疫情 就是一直刹不住 对 那最近呢 就是也是让人蛮担心的 那我们讲到巴西 其实我过去报道的新闻啊 就是巴西 就是一些森巴武啊 很热情啊 或者是想到吉塞尔 对不对 就是巴西名模这样子 对就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民族 那巴西呢 有一道国菜 叫做黑豆饭 他呢 就是可以说是非常代表巴西的菜 我想问一下 你们在台湾有吃过吗 其实真的比较难找 难找 但上次 我们有一群朋友在聚会 然后有一个朋友是法国人 然后他就蛮常在法国 吃到这个东西 对对对 就而且他会马上想到 哦 巴西的那个国菜是黑豆饭 就对 可能对法国来说 他们比较熟悉这个东西 但是对比如说亚洲文化来说 就比较不容易接触到 接下来呢 就来请你们跟我们聊一聊咯 就是说这个巴西的国菜 为什么是这个黑豆饭 它过去有什么样的历史 黑豆饭 其实它的食材也是非常简单 就菜如其名 就是黑豆做成的饭 哦 黑豆做成的饭 所以用青食材内容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富裕的人吃的 它有配菜吗 它有配菜吗 有一些简单的肉碎肉 然后一些简单的青菜这样子 就是不会是 它吃起来也有点像是炖饭的形式 就是一碗这样子 然后没有很多浮夸的什么小菜啊 或配菜都没有这样 那这个背景有点跟巴西的奴隶制度有关 奴隶贸易 对 因为巴西不管是从欧洲人把非洲奴隶 带到了巴西要做开墾 然后不管是他们是要种蔬糖啊 还是挖金矿 或者是种咖啡 那这都是让非洲的奴隶制度 一直在巴西远远不绝 一直到现在 虽然说巴西政府已经签了一些法律 要废止奴隶制度 但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还是可以看到 非洲奴隶制度在巴西造成的影响 这样子 对 因为最一开始呢 是西班牙跟葡萄牙到了巴西之后 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糖类 的蔬糖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品质很高 然后欧洲当时很依赖这些糖 因为糖对他们来说 不只可以提高 就是提升吃的东西的品质 然后糖这东西很贵 又有一种贵族的感觉 这样子 就是吃糖是代表身份地位的象征 是是是 然后后来呢 他们其实一开始是想说 那我要开发这一整片这糖原 那我就想一开始他们是用美洲原住民 但后来美洲原住民因为疾病的关系 然后陆陆续续因为生病 然后去世这样 然后人力不够的情况底下 他们就开始往非洲 去从非洲部落里面抓人 然后到巴西做开坑这样 所以那时候就建立一个 所谓的三角贸易制度 就是欧洲人会带枪 然后铁 还有黄金 去到非洲里面 然后去找非洲的部落首长 把这些东西给部落首长之后 部落首长就把他们底下的人 给欧洲人 然后让欧洲人代购去巴西 所以它就形成一个三角洲 就是以大西王为中心 形成一个三角贸易这样 然后它真的是一种 在获利上是一种暴力 暴力 是有多暴力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价差有多大 这样子 我记得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炮有一个比喻 就是它说就很像是 你用一台Toyota 去换一台马萨拉蒂 这种感觉 因为你是拿火神枪 然后带回来是蔗糖 然后蔗糖那时候 是非常高经济价值的作物 对 而且这个三角贸易制度 一直都没有停过 因为在巴西挖到的资源越来越多 对 然后一直到现在 基本上巴西还是还有很多低阶层的劳工 然后是有色人种在做的 我知道巴西除了就是像过去的这个蔗糖很有名 还有像他们的矿 像他们产的祖母绿 对不对 就是是价钱非常昂贵的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宝石 对 但是其实我相信在矿场的这个工作条件 也是非常新鸣 非常长 那所以这个黑豆饭可以说就是 当初这些被交易到巴西去的奴隶 他们从非洲的故乡带过去的食物吗 应该说 当时因为人口太多 在巴西总共应该说整个三角贸易 大概有一千两百万的努力被交易 然后光运到巴西就有四百万 所以基本上整个三角贸易这么多年以来 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全部集中在巴西 然后人很多资源就比较少 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 他们有什么东西 他们就拿什么东西来吃 所以变得说是东拼西凑 对不对 然后就凑出了这道菜 就有点像是经济大萧条那时候的概念 其实也是一样 因为资源不够 但是我们为了要活下去 我们就只要这样东拼西凑 所以这道食物 其实并不是要拿来享乐的美食 而是就是希望自己把自己喂饱 然后就是我为了我的下一餐 我可能要得去工作 我要有体力这样子 对对对 哇 所以这背后听起来也是一段蛮沉重的故事 对 好啊 那接下来 就是听完了这个吃屎团队 跟我们分享的这两道菜之后 接下来呢 我也要来跟你们一起分享一道 我很喜欢的美食哦 易如姐的爱 对 我的最爱 它也不算是食物啦 它是日本抹茶 那为什么会喜欢呢 其实这是我在201516吧 就是我去日本玩的时候啊 就是我 我就是觉得他们的抹茶非常的好喝 然后后来我又去了一趟京都 哇 那京都完全 京都 对 就是抹茶的故乡 然后 我觉得我光是走进他们那个车站啊 就有好几家那个抹茶店 我就完全出不了那个京都车站的大楼 完全光给你们选择 对 我就每天跑去排队耶 就是 像我那时候发愈 外面天气热爆 就根本就不想出去 所以 我自己每天呢 就是把抹茶当散散吃 然后就抹茶 冰淇淋 抹茶拿铁 然后还有抹茶 荞麦面 然后什么抹茶咖喱 一大堆哦 从咸的到甜的全包 对 然后我就觉得抹茶真的是一个太赞的食物了 因为我觉得 光是看它的颜色我觉得非常的疗愉 就是那种一抹浓艳的绿色 对 而且我觉得抹茶就很可爱啊 因为我很喜欢一只玩偶 叫大耳狗 对 然后 大耳狗就是三里欧的 有一只大耳狗这样子 对 那就是 是那个茶杯狗吗 是茶杯狗 不是 所以它是一只 就是耳朵会 就是大大的大耳狗 会飞的 就很可爱这样子 对 就是它的大耳狗 对对对 就是它 然后就是京都的那个 它们有一间三里欧的咖啡厅 就是大耳狗咖啡厅 它们都放在做一个主题餐厅 然后连那个大耳狗的帽子 都是抹茶色的 然后呢 它不是开玩笑 我本来以为说 这是不是巧合 没有 大耳狗它的招牌 就是它的屁股有个肉桂卷 就是它的那个尾巴卷起来 很可爱嘛 这个肉桂卷 那它的肉桂卷 居然还长出两片茶叶 抹茶叶 就是日本的京都多爱抹茶 然后对它们这个抹茶的文化 是多么的骄傲 所以我那时候去啊 我就跑去那个 京都那边就是有一条 非常有名的这个街道 就是它卖了很多那个茶具 对 然后我就去买了两个抹茶碗 然后就把它带回来 然后去买那个 真的叫茶险 就是你要 就磨的那一种 对对对 要去打那个泡 然后后来去买抹茶粉 然后就带回家 然后我就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常常自己在家里泡 就是做抹茶 然后甚至还会研发 要怎么样的 做好喝的抹茶拿起 很疗愈耶 那我蛮好奇的就是 因为我没有去过日本 去喝到这么道地的抹茶 但我好奇的是 因为我在台湾喝到抹茶 让我没那么喜欢 原因是因为 它的苦味真的太重了 那个苦其实是色的 就很像是茶泡太久的 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 我想跟依如杰请教 要怎么解决那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可能有时候 因为像日本的抹茶 它有很多花式的做法 如果你真的觉得太苦 你可以加一点牛奶 就变成抹茶拿铁 但是其实如果你选的是 非常好的抹茶粉 其实喝起来 不会到这么苦 对所以我那时候 就是在日本当地 买的抹茶粉 我觉得泡起来有一种 苦了之后 会有一种回甘的味道 就我觉得那也是很苦 还有就是我觉得 有时候它配冰淇淋 就是反而 就是因为冰淇淋 它有时候可能会加一点点糖 对反而再加起来就是 感觉那味道中和就刚刚好 我在想会不会是台湾湿气太重 然后影响那个茶粉的保存的感觉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 因为我们家很喜欢泡茶 那有些茶叶如果没有好好泡成的话 它可能因为太湿就会 不可能是谁沟啊还是什么样的 然后泡起来就会很苦 这个我就倒没有研究了 我不确许定会不会是这样的可能性 不过后人提到你也喜欢喝茶 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喝茶 对我不知道代代跟威斯林你们 我爱奶茶 你喜欢喝奶茶是不是 我们两个是奶茶派 你们是奶茶派是不是 对那我是自己从小 因为我的爷爷是茶农 这样子 对他们从小就是种茶 所以我们家就是都有在喝 那我是到了日本去喝了抹茶 我才就被惊艳到 所以我后来我特别回去查说 这个抹茶的历史啊 到底是怎么来的 它跟这个中国的茶 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 所以后来我才查到说 其实就是 它是早在唐朝的时候啊 就是日本那个时候 不是有一阵子 就是派了很多的僧侣 或者是学者跑去 前唐朝 对对对 对我们历史课本都有学 然后就跑去那边 然后呢就是去学习 那个就是他们 就是唐朝的很多文化 那他们学成归国的时候 他们就带了一些茶叶回日本 而且不过听说 那个时候茶非常的珍贵 是药耶 药材 对对对 就是听说身体不好啊 或者受伤的时候 是可以喝个茶来治病的 对不过那个 那个时候已经是在 西元1185年 12世纪左右 对对12世纪左右事情了 那后来呢 就是这个抹茶哦 其实这种就是 我把那个叶子 就是磨成粉 就是珍贵以后磨成粉 这个技术 其实是宋朝的时候 就中国 中国宋朝的时候 那宋朝的人啊 因为我们知道 宋朝的那个艺术层就很高嘛 然后宋朝的人 都是附庸风雅 所以当时其实他们 这个这个技术叫点茶 对而且是在贵族皇室里面 他们很喜欢喝抹茶的这个文化 就是把茶粉放到那个杯碗里面 然后就是放一点水 然后就是也是用那个茶线这样 小拌 而且听到他们的时候多夸张 就是宋朝人会豆茶 豆就是有点像豆蟋蟀的那个豆 豆茶哦 他们是把那个抹茶就是 打出了那个那个泡泡之后 他在那泡泡上面做花 就是很夸张 拉花的概念 唐朝拉花的概念 就是拉花 就是拉花的概念 没有错 然后就比说谁做的话比较漂亮 原来早在几百年前 就有拉花比赛了 对就很厉害 所以现在那个世界咖啡拉花比赛 其实都是跟他们选 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们都就是之前我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 就很amazing 可惜这个技术就失传了 对不然我觉得以日本人认真言情的态度 他们可能会去研究说 工匠态度 对对对 我想要如何在抹茶上面拉花 对不对 这感觉是个商机 真的可以来发仰光大 所以这种就是很厉害这种点茶的方式 就是把它做成茶砖 然后就是抹成粉 后来就是也传到日本 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抹茶 那再来就是有提到 就是刚好有提到的一个疑问 就是说他觉得有的时候抹茶喝起来会有点苦 可是这刚刚好就是抹茶的特色 就是他不会特别去把他的苦味去掉 而甚至他会去强调说 它是有一点点的这种比较苦的味道 对没错 对对对 就堵树一格这样子 其实我自己是就是喜欢抹茶之后苦味 对啊我觉得喜欢抹茶的人 大部分应该都会喜欢那个苦味 就好像有些喜欢喝啤酒的人 会特别喜欢IPA很苦的那个味道 对 特别追求那种苦味 我应该说我不喜欢的那个苦味 是喝完之后喉咙很干 很色对不对 很色很干 OK 会觉得喝完抹茶在受苦 不是我喝完很开心那种感觉 我的人生 因为我觉得浩宇你可以去找找 就是台湾现在有好几家那种日本的抹茶店 就是正宗的来台湾开的 也就是去点一杯他们的抹茶你来喝喝看 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就是翻转这个概念 对对对 你赶快请易如姐推荐一下 好好好等一下私下来推荐一下 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抹茶 然后来到了日本的战国时代 就是他们这个幕府将军时期 他也变成了一个社交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就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茶圣 就是叫做千里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电影叫一代茶圣千里熊 我就是自己非常喜欢那部电影 那就是在讲说呢 这个茶圣它是如何去改变日本的抹茶文化 因为他们说一开始啊 那些将军就是幕府时代将军 他们很喜欢华丽很艳丽的东西 连那个茶杯啊或茶室呢 都做得像是和服一样 色彩非常的缤纷跟显艳 但是呢这个千里熊呢 他就是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呢 就是他提倡一个东西叫陀吉风 日本的陀吉风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就是一种类似像是安藤中雄那种清水魔建筑 然后走进去都是非常的低调 激见低调的颜色 甚至陀吉风是还有一点粗犷的 就像是我去那个 就是京都买的那个茶碗 就是全部都是黑色的 完全黑色 它没有任何的颜色哦 然后呢那个茶碗啊 就是而且你摸起来 它那个底部还粗粗的 他就是觉得说那种东西呢 就是比较能够贴近自然 他就觉得说喝茶应该是一件 非常恭敬 而非常谦虚跟谦卑的一个事的活动 对而且要非常的尊敬大自然 那这个陀吉风要怎么去形容呢 就是我之前有听过的故事 我觉得讲的真的是还蛮让我觉得很悠然的神望 就是讲说这个在日本一个寺院 就是一个小和尚在扫地 然后就把那个庭院的落叶 全部都扫得很干净 一尘不染 然后就跟那个他师傅讲说 我扫完地了 结果他师傅一看就说 你这个地扫的真是没有美感 就把他骂了一顿 扫的没有美感 对对 好难哦 干净还不够要有美感 对对对 那个小和尚 他说我到底是做错什么事情了 然后那个老和尚说 我来扫给你看 结果他就说 你现在已经扫得很干净了 我就不再扫了 他就跑去旁边的树干 就开始抱那个树干开始摇 就掉下了一些落叶 他说好 这个才是比较自然的态度 就是说这个庭院当中 应该要有几片落叶 很自然的飘落在地上 你不要把他扫的太干净 因为这样就不自然了 所以呢 就是很多人就说 哦原来日本人的美学是这样 我下次不扫房间的时候 就可以跟我妈讲 学到了一刻呢 蛮好用的 对啊 就很有意思 我现在看到一个 他说他就是用一种 比较轻松的态度 来看待这种 就是很短暂啊 自然的这种 然后他们就是很喜欢 就是世间万物的一些 不完美和学习的东西 对对对 很有趣哦 对啊 所以他们说那个时候 就是这个千利修啊 他也特别把这些茶具改良 从那种 当时的那种 非常艳丽的颜色 奢华 改成呢 叫做什么 和静 清极 要追求的是内心的和谐 跟一种非常恭敬 优雅的方式 他们说这个才是 日本茶道的这个精髓 所以呢 千利修的茶室啊 听说你进去的时候 你还要弯着身子 因为他的门开得很小 然后屋檐也是弄得很低 然后进去以后呢 你好像觉得 好像非常的简朴 好像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一个小方桌 然后就是把那个器具摆 但是呢 他的插花的作品 跟墙壁上挂的话 其实呢 也要配合四季的杰力 还有就是 你一定要招待客人的身份 对 然后还有就是 在这个茶道的过程当中 跟客人的交谈 然后或者什么的 其实他们都是用一个 非常恭敬的心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词 一起一会 对 就是说你要去享受当下 就是每一刻都是非常珍贵的 就是即便是在 这整个喝茶交流的过程 对 那这个 所以呢 这个千利修 他后来啊 就是前后他受到了 知田信长 还有封城秀吉 这两位大将军的重用 对 那可惜呢 他后来就是跟这个封城秀吉 就是搞得很不愉快 那封城秀吉有点 最后就是逼 逼破他的方式 他就切腹自杀了 对 就是一代茶圣 最后呢 就是非常悲情的一个命运 但是他留下来给日本的 这样的一个文化资产 跟文化的美感呢 就是就是一直影响到的当代 影响很深远 跟现代我们去 很感受到日本人的精神的那种感觉 对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 每次在喝抹茶的时候 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一秒钟 就跑去日本的感觉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讲一下 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 就是马卡龙 我觉得马卡龙啊 就是对这个台湾的听众 我们朋友来讲 应该不陌生 因为台湾有一阵子 掀起了马卡龙热潮 所以到甜点店呢 你就会看到马卡龙 然后大家就很喜欢马卡龙的颜色 因为它非常的缤纷 而且它又非常的可爱 所以呢 有这个马卡龙色 对不对 对 那我自己就是 其实我有一阵子 也非常喜欢吃马卡龙 就是也是因为台湾那时候 那个马卡龙热潮 那我记得那时候 法国有间非常有名的店 就是我们待会在这个节目当中 应该会提到 他有特别跑到台湾来设柜 他说马卡龙卖的超贵的 那但是的确就是很好吃 但是他就是标榜 他是从法国空运来的嘛 对了 后来就就就就 可能是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原因 他们就没有继续在设柜了 嗯 但是我就觉得 马卡龙啊 就真的是非常酷的一个食物 嗯 好啊 那接下来来 请教一下浩宇吧 就是这个马卡龙的历史 我们现在都一直觉得 他是从法国来的 可是事实上不是 对不对 他最早不是从法国来的 应该说发明他的人 或者是让他有这个机会 出现在国际舞台的人呢 是一个意大利人 然后这一个 这个人他叫凯撒里梅蒂奇 就是意大利佛罗伦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梅蒂奇家族 有你要听到梅蒂奇 就是肃然起进一道之 对梅蒂奇后面就有感觉 后面一堆钞票 对对对对 梅蒂奇它好像就是 是那个欧洲最古老的银行 对不对 是是 我有去过佛罗伦斯玩的时候 然后我就是从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说原来马卡龙 不是在法国 对马卡龙最早的这个发明人 是从梅蒂奇家族出来的 是是是 那其实这个凯撒里梅蒂奇 他的身世也蛮坎坷的 虽然说马卡龙是一个 非常甜美甜蜜 然后感觉很可爱的一个东西 但发明他的凯撒里梅蒂奇 他的出生背景 其实没有像梅蒂奇这么的辉煌 哦真的吗 因为梅蒂奇感觉就是 你只要出生在梅蒂奇家族 你就感觉可以躺在家里当 富三时代那种 对对对对 就是在家里数钞票 或者是海的金汤匙出生 因为我对梅蒂奇的印象超深刻 因为那时候去佛罗伦斯玩嘛 这导游就讲说 你只要来到佛罗伦斯 我们就只有一个history 就是梅蒂奇的家族的故事 没有别的了是不是 没有别的了 真的 就是我们的整个城就是梅蒂奇 就是梅蒂奇 他说 哇 例如你看我们这个圣母百花大教堂 这个屋顶就是梅蒂奇家族 聘请的工程师完成的 然后走到那里去就是 这个是梅蒂奇家族的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个长廊呢 梅蒂奇家族盖的 还有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别墅 也是梅蒂奇家族 就是到处都是梅蒂奇 梅蒂奇家族非常非常的有钱 所以他们那时候真的赞助了非常多的 不管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 像米开朗基罗 或达文西 他们都有赞助这样子 那其实梅蒂奇 他在佛罗伦斯的历史上面 有一个蛮特殊的角色 就是所谓的建筑 有点像是地下市长的概念 就是虽然说市长不是他 但要做任何政策之前的 都会去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你觉得那个怎么样 他们通过了才会继续实行下去 而且他们那时候很厉害 就连这个欧洲的教皇 对不对 他们都可以去影响 甚至还能够安排自己的 梅蒂奇家族的子孙去当教皇 梅蒂奇总共出了三位教宗 他们家家族出了三位教宗 然后两个法国皇后 有一位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凯撒林梅蒂奇 浩宇刚刚有讲说 这个凯撒林 他是一个梅蒂奇的人 那为什么他的出生 反而是比较辛苦的呢 因为梅蒂奇家族里有非常多分支 他是其中一个分支 但他小时候的时候 他父母就去世了 所以后来就被送到修道院 然后在修道院里面 因为毕竟他还是 梅蒂奇的家族的一个形象 所以你该学的还是要学 不管是艺术 文化 宗教等等之类的 你要把自己准备的 像是一个梅蒂奇的样子 然后那时候的女神 基本上如果你要 应该说梅蒂奇家族 如果你要有更大的影响力的话 就要想办法跟其他国家的王室 有一点交集 那以女神的角度来说 最快的方法就是联姻 结婚 对 结婚 我如果可以娶到 应该说我如果可以嫁给一个 非常有名的皇室的话 那梅蒂奇家族就有 对那个地方有影响力 凯撒里梅蒂奇呢 他的叔叔就是克莱蒙奇士 他就把他安排嫁到了法国 就是那个教宗吗 对 他就是其中一位教宗 然后克莱蒙奇士还有另外一个 比较有名的 就是英国国教亨利巴士 英国国教是亨利巴士创的 然后亨利巴士那时候 为什么会唱英国国教 因为他原本是想要离婚 然后去娶他的小三这样 但结果教宗不答应 对 然后教宗甚至还对他除了破门律 就非常严重的 就是你被基督教整个赶出 基督教世界这样子 然后除以他破门律的 就是这个克莱蒙奇士 哦 原来是那个时候 两个人闹烦着 对对对 同样是这个克莱蒙奇士 他就把凯撒里嫁给了 安排一种婚事 然后把他嫁给了法国这样子 那他的婚姻幸福吗 不太幸福 因为当初嫁给亨利 就那时候的法国国王 亨利二世的时候呢 他们的两个人 在短时间之内没有生小孩 那基本上一个女生 如果被嫁到皇室里面 你没有生小孩 就代表你没有任何的影响力跟权力 对 因为女生最重要的 在当时当然就是 就是传统结胎 确保有下一个国王出现 对对 然后他一开始真的是非常痛苦 然后甚至大家都以为他不孕 因为亨利二世自己 跟小三生了小孩 然后他跟他的政公 凯撒利没有生小孩 所以全世界都在讲说 你就是不孕啊 你就怎么样的 那凯撒利那时候 还试过很多偏方 就那种怀孕偏方 什么喝母露的尿 或者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活动 这样子 所以他的生活非常痛苦 那后来他是去找他的公公 就是亨利二世的爸爸 去找他求情说 欸欸欸 你可不可以 跟你儿子共同一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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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那么积极这样子 但后来事实证明 凯撒利梅蒂其没有不孕 他反而还生了十个小孩 哇 对啊 而且是连续在十年之内 就生了十个小孩 OK 对那 但是虽然说凯撒利梅蒂 他的确最后成功的 生了十个小孩 然后感觉好像说 他尽了他的责任跟义务 在当时来说的话 但他一直还是没有取得 一定的权利 在法国的同事里面 他还是被排挤的 然后自从亨利二世去世之后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皇后 变成一种皇太后的角色 然后换下一个人 就是法兰西斯二世 他的儿子 对他的儿子 法兰西斯二世上位之后呢 他也不太想要把权利分 跟他 就是跟凯撒利梅蒂其分享 所以凯撒利梅蒂其 那妈妈应该很生气 对很生气啊 他觉得他已经忍了很久了 那为什么我没有拿到这个权利 这样子 所以他又被冷冻了 妈妈把儿子冷冻起来 不是 那个儿子把妈冷冻 因为毕竟儿子是国王 对对对 他在把妈妈冷冻 然后那时候凯撒利梅蒂其又是非常的犹豫 然后一直到第三任 就是法兰西斯二世的下一任 国王 当上了 就是亨利 查理九世之后 查理九世之后呢 凯撒利梅蒂其 这时候才得到权利 因为查理九世是个妈宝 所以查理九世也是凯撒利的儿子 就是之后 之后流传下去了 流传下去 所以是哥哥传给弟弟 对对对 哦原来是这样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终于拿到权利之后呢 他其实这个时候才显露出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政治人物 那时候法国的新教跟旧教 其实在吵架 然后他为了要维持他自己在皇宫的统治地位 他很仔细的去控制新教跟旧教的势力 不会让其中一派突然起来 然后另外一派突然掉下来这样子 但这一切的后果到后面藏不住 就是整个爆发了 所以新旧教旨就爆发了所谓的圣霸托罗 没有大屠杀 这是在宗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血腥惨案这样子 对然后虽然说那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据指出 是凯撒尼梅蒂奇在主使这件事情 但整个大街小巷都说绝对是他浓的这样子 她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女人 然后她也喜欢自己想要做到的成就这样子 然后她甚至要为了要做到这个成就 她会用一些很奇怪的手法 就是现在如果去法国 其实可以看到有一个景点 是她的毒药柜 哎呦他有一个毒药柜 他有一个毒药柜 他那时候用各种 要毒谁啊 他那时候就希望用各种方法取得她的权利 然后不管是用暗杀的方式啊 不管是用毒药的方式啊 就是要为了要拿到那个权利 就是暗杀一级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有一个属于她的纪念品区这样子 哇所以电影演的都是真的 哇所以这个我们平常在吃马卡龙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想过就是背后的这个凯撒林 是马卡龙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凯撒林 他从梅蒂奇的这个就是佛罗伦斯带过去的食谱 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这个典型 可以这样讲 不过有另外一个传说是其实马卡龙 它是来自中世纪的修道院 然后那个时候是他们想要发明一种素食的点心 所以其实刚开始的马卡龙也没有中间的那个馅料 它其实就只有一片饼干的这种感觉 那个馅料池是到很后来才加进去的 哦了解了 但这个食物的确就是凯撒林梅蒂奇带去法国的 带去的食谱 对因为那个马卡龙好像很不好烘焙哦 它就是蛋白嘛 对 然后下去调的 那就是一个不小心就是温控不好会裂掉 或者就是会会整个塌掉 对不对 对 所以它的制作难度超高的 对 而且就连包装都要很讲究 因为很容易碎掉 对 对 所以我还记得就是那个有一部电影叫做凡人赛拜景女 对不对 就讲那个玛丽安东尼 对 然后那个时候会就是他的那个那个电影的场景 就是让他旁边对了超多的马卡龙 玛丽安东尼就是法国王路易十六的 对 对 所以我就在想说那是不是真的就是在那个路易十六的时期 就是大家在皇宫里面都爱吃马卡龙啊 因为法国皇室的那个饮食文化最兴盛其实是从路易十四之后 他就有路易十四建立了一整套关于在法国皇室要怎么吃饭的规矩 太阳王 非常的浮夸 然后甚至是那个厨师从餐厅从厨房端到餐厅的路上 只要有任何一个大臣看到这是国王的菜 停下来敬礼 哇 对 这国王的菜哦 所以他可能会对一盘烤羊头敬礼 对 对 然后那时候吃饭就是在皇室吃饭 路易十四在吃饭的时候是一个算是一个表演 大家会想要来看他 看国王吃饭 看国王吃饭 他是一个荣幸 他是一个邀请制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吃饭别人一直看我会很不自在 可是路易十四很喜欢 因为路易十四他就是想要把他的生活全部都变成表演 包括他起床也有所谓的起床仪式 这件事情其实是我那时候去凡尾赛宫的时候看到 他说是什么东西 对那他的确是起床之后他的所有的刮胡子 书头穿衣服 都是只有就是最亲近他那些大臣是有荣幸站在那边看的 所以他超有超有表演欲望的 超有 对不对 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真人实境秀 没错 而且你看像像那个芭蕾 就是所有舞蹈的我们现在讲舞蹈之母就会讲到芭蕾舞 芭蕾舞也是路易十四发明的 对 哇 所以呢就是这个马卡龙带到法国去以后呢 也变成了宫廷当中非常流行的一个甜点 对应该说很多历史上的食物 只要被法国人摸过 他就会红起来 就好像法国人就是一个对吃有一定程度执着的 对那所有食物只要被英国人摸过 英国人对不起啦 被英国人摸过 不好说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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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英国还是有很多蛮不错的食物的 但相对于法国来说法国人对于吃的执着 像凯撒连 凯撒连梅蒂奇也被叫做法国烹饪之母 对因为他从意大利带了非常多东西进去 然后就连叉子这个东西呢 也是凯撒连把他带到法国人 让法国人认识 叉子可以怎么使用这样子 所以这么说来呢 梅蒂奇家族那才是真的很了不起 当年他们因为太有钱了 所以就是富而好利 就是很懂的吃 然后把这个东西也带到法国去 可以这样说 哇 所以我下次呢 就是吃到这个马卡龙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来想到这一段历史 不过我很好奇就是 马卡龙后来为什么会变成两层 然后中间又涂了很多不同的线 像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皮斯达秀 开心果 开心果是我的最爱 我知道卫斯里很喜欢对不对 没错 对像这个是 他们是 就是在那个凯撒连的时候 就有这样子吗 还是没有 是最后是他们怎么研发的 因为说一开始是两片饼干 很单纯的饼干 然后夹在中间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用夹心的概念 在那个时候就有了 对对 只是到后来呢 那因为可能商业的原因啊 然后会不会让它更漂亮 然后所以就把它做成就比较精致的 也是包在一起的假心感这样 那个大概是十九世纪的 十九世纪 对比较后面 对所以真的很后面 而且十九世纪开发的那个烘焙坊 就是 对对对 他们有进到台湾了 对对对 就是后来进来台湾很有名的那间甜点店 对对对对 虽然说后来撤柜了 我还会去排队呢 哇那时候买到的时候觉得像是一个宝一样 就觉得好开心 对而且我还 我那时候就是疯狂到什么程度 因为在法国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 叫做Pier Pier Agme 对 Pier Agme 我的朋友啊 我就拜托他 就是 就是他从法国玩玩玩玩 到最后一天回来说 他帮我带了一个 然后就是直接一下飞机就冲到 我就直接跟他直接见面 就是为了去拿那个马卡龙 你知道吗 我不是要去跟他拿包包还是他说 我没有 是跟他拿马卡龙 觉得的确就是酒就不好吃了 对对对 而且我一直很期待他们 就是我们都检测那间店叫PH 就比较方便 一直很期待他会不会有机会来台湾开店 因为他在东京其实有店 对对对 就想说东京跟台湾也没有这么远嘛 对啊 就来期待一下 说不定疫情之后有机会看到 好像比较有出比较大的 就是比一般马卡龙size再大一些 然后里面就是塞满覆盆煤 是整颗然后放了六七颗 然后中间奶油这样 超棒 听起来好好吃 是不是 超浮夸 真的 可是相对于马卡龙 就是台湾其实也有自己的台式马卡龙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很清晰很清晰 小时候常常吃啦 对对对 放到这个餐盒里面 对对对 如果有一度也是 因为马卡龙真的太甜了 对 然后本来会去怀念台式马卡龙 那种稍微比较轻一点的感觉这样子 对然后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个超有趣的事情 就是因为就是我有一次去加州啊 就是那个我们加州的亲戚 就是就跟我们讲 我跟你讲 最近我就是在这个附近 他一家很有名的法制甜甜店哦 然后呢 就是他的马卡龙超好吃的 我带他去帮你们买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很期待这样子 因为想说在矽谷啊 就是其实矽谷那边的 有钱人很多 经历条件也没讲 对对 就没有想到买回来 他所有的那个闪电泡芙跟马卡龙 还有他的蛋糕全部都是法国的伊贝达 因为美国的关系嘛 对对对对对 什么都知道大大最好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马卡龙来到美国也自动变胖这样子 好笑喔 对对这个东西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我两年前去纽约 然后也是他们的汉堡 他们的鸡块就是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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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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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那个马卡龙就觉得哭笑不得 好好笑 马卡汉堡 马卡汉堡 对啊就很可爱这样子 对 太好了 进到美国的食物还是要有美国的特色 对对对对 没错 在地化在地化 好啊 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耶 就是你看我们聊了四种食物 从那种就是以前可能背后有一些悲情的历史 比较沉重的故事 然后到就是讲到我们喜欢吃的美食 其实背后也是有非常精彩的这个历史故事 讲到肚子都饿了 我觉得我傍晚的时候可能要去面包店 找我们这种台式的马卡 这个来解一下馋 解个馋一下 对啊 真的是很开心 那就是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收听 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有喜欢吃的东西 欢迎到我们的这个FB还有粉专留言 当然我觉得也是可以跟我们这个吃屎的团队来跟他们讲 说你们喜欢吃什么东西 因为我上次跟就是浩宇戴信 他们会是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讲说他们有这么多这个关于美食的故事 其实很多都是聊天聊出来的 对就是你们的朋友啊 或者是说就是有认识的人 他们喜欢吃什么 你们觉得很有趣 然后就去找他们的历史故事 对啊 所以也可以欢迎我们的听众 就是可以提供你们想想要听的 关于吃的历史故事 也可以告诉我们吃屎的朋友们 欢迎欢迎 对对对好哦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然后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就是关于吃的故事 很开心很开心 谢谢 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就 这个也要再预告一下 请大家准时的锁定我们的一起看世界 每个星期六晚上九点钟 别忘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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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